上班族怎么养哈士奇 上班族怎么养哈士奇 说句老实话 上班族不要养哈士奇 因为哈士奇是作为雪橇钱 它是作为工作权 它的精力非常旺盛 而且哈士奇真的是智商感人 它真的没有什么市场 为什么 你想想雪橇原来那种特别艰苦的条件 而且经常会碰到生离死别的情况 但凡有一点智商的效果 会愿意去做吗 那哈士奇他做得那么好 他那么拼命的去做 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执溜性 那运动力又好 运动的欲望又强烈 而他本身性格又那么执溜 所以你上班族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陪伴他 所以哈士奇适应什么样的 适应一个就是全托的环境 那一定是家里面有人陪伴 而且陪伴的一定不会是老人 这个时候青壮年或者四五十岁 失业比较稳定的时候 你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 不管是对于哈士奇 还是对于你家庭的破坏性 都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要不然养哈士奇可能就是一种灾难 小贴士 上班族不适合养哈士奇 作为雪橇犬 他们精力非常旺盛 但是智商感人 运动欲望又强烈 如果没有时间去陪伴 你让他独自在家 家里将会变成灾难现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